画面中这台小小的相机 全名叫做热火状态监视相机 日前天文一号探测器 协助荣号火星车成功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着陆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了中国印记 迈出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而火星相机作为监视探测器着陆情况 及火星环境的眼睛 无疑是成功落火过程中的重要助力 由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教授 荣启亮带队研发 火星相机虽构造精巧 但重量仅在390克左右 外壳兼顾 可抵受穿梭于地火两星之间 超过9个月的旅程中 约150摄氏度的极端温差 以及落火时约地心引力6200倍的冲击 荣启亮介绍说 为满足这些条件 团队在相机外壳材料的选择上 下足了功夫 我们为何要选择旅游金呢 就是因为它的重量和强度比高 这样就是它的传道性好 使到它很均匀地将热由里面的零件传到殼上 除了材料选择外 外壳的设计也充分考虑了火星上的复杂环境 有独具匠心之处 很多相机 那也都就可以 就是将这些热灰发出来 就不会传了在里面 从嫦娥三号 嫦娥四号所用相机指向机构系统研发 到嫦娥五号的月表采样器的设计 多年来 荣启亮多次带领团队 参与到国家重大升空探测任务之中 在这位航天老将看来 香港科学家应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内地同行深入交流合作 才能创造出更多科学成果 尤其是航天的项目 就不是一个地区可以做到的 我们就有很多好的想法 但是如果真的要实施 都要融合在大湾区 甚至全国国家 比如给一个简单的比例 就是我们这个相机 在测试的过程之中 是在我们国家不同的地区去测试的 因为不是有某一个地区 有了所有测试的设备的 所以在香港来说 我们是可以做一部分 我们有好的想法 如果真的实施 都要在国内 大家融合地来做 才可以做多好事出来 谈及未来 荣启亮说自己与团队 对于深空探测的步伐不会停息 希望为国家的航天航空事业 做更多贡献 我们会继续做深空探测的研究 比如上河6号 上河7号 小行星的探测 火星的吹响反汇 一直都会去的 我们都会希望可以参加 另外就是我们也都希望 将我们发展了的太空的科技 应用在文用上 我们这方面都开始做了很多功夫 第三样就是我们会成立一个 深空探测中心 就是做深空探测的仪器的设计 制造